南白河的紛擾 進行了幾個月 不只是全台灣都在看 國際媒體 世界各國看在心裡 也都看得很清楚 蔡亞黨並沒有提出完整的治國願景 他們不是為了國家 更不是為了人民 只有政治算計和依賴中國 這樣的表現 大家敢把國家交給他們嗎 他們一個接受 九二共識 一個高喊 兩岸一家親 他們都想要讓台灣走回 依賴中國的老陸 成為中國的台灣 甚至國民黨還提出 要開放大量中國學生來台就業 今年六月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超過百分之二十 八月之後 更是不敢公布數字 太望中國青年來台灣工作 為中國解決青年失業的問題 勸著人陪上台灣青年未來 大家說對不對 在野黨以放盡主權 犧牲經濟自主 忍受社會衝擊的方式 絕對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大家說對嗎 對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把國家交給這群人 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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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